大家好,我是包子 我是泰瑞哥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 總之Lip在House Yeah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跟收聽 這個禮拜的總之Lip在House 我是主持人包子 我是泰瑞 本節目是由 神波計畫製作 以及 Asahi新口系列沒有贊助播出 他們有一天一定會看到你 我相信他們有一天會看到 你應該就是每天都會喝對不對 對啊 我其實剛才想了很久 想說要不要這個時間就開始喝 那你 你的澱粉來源是來自於啤酒嗎 對 所以你不會吃 還是會啦 我有一天有一餐應該會吃到麵和飯 啊我會吃麵包嗎 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麵包是很邪惡的東西 怎樣怎麼說 它一下子會讓你很飽 但是你很快就會餓了這樣 沒錯 你們會吃麵包嗎 會啊 會啊 很會 他很奇怪 他很奇怪 好的 這個 我試圖引導到我們仿鋼的這個計畫 好像有點失敗 有點失敗 他現在的一切舉動都是有用意的 對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嘉賓芒果醬 耶 那我們是芒果醬 我是主唱佐治 我是其他手遊輪 我是被手打打 我是鼓手勝志 那他們剛剛其實我們有問他們要不要把口罩拿下來 對對對 然後最後只有佐治拿下來 對對對 我覺得戴著口罩講話是很累的一件事 有一點啦 他們在暗示他們不想講話 主唱擔當 平常演出也是你講最多話嗎 通常是 通常是 都是 絕對是 絕對是 我覺得不想介紹你的形象耶 沒意外的話 你們都互相吐槽對方嗎 在台上 平常會啊 在台上就不會 所以大家也還是會開TOKIMEI 會 會 當然就是 Switch不打開 對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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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都有講話 都會講話 那你們的TOKIMEI這件事情 你們的製作人會有什麼意見嗎 林先生 對 林先生也是一位滿注重TOKIMEI的人 真的假的 嗯嗯嗯 他那時候 有跟我 他可能是覺得蠻果醬吧 他剛剛是覺得我們音樂不怎麼樣 所以他剛剛講話翻回成的感覺 沒有啦開玩笑 我是說 因為我 你先說 因為他覺得講話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那同學要我們用心準備 那我們也真的會 也蠻認同這件事 所以我們 專場的時候也都會好好準備說 喔這一拍可能要講什麼 要講什麼 喔你們會C一下 大概知道 VH的TOKIMEI 很棒啊 很棒 他剛剛有頓音沒有講 很棒 沒有我會這樣問是 因為上次VH專場的時候 他們決定不TOKIMEI 他們TOKIMEI超級少的 對 很累 很累 你忘記拿吉他上台那一次 對我忘記拿吉他上台那一次 對 大概演了15首 還19首之後才TOKIMEI 對 我想說 我想說這樣作風的人 會要求他製作的團隊TOKIMEI嗎 風格不一樣吧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 熱鬧歡樂的少年隊 應該是 應該是 其實芒果醬應該也 不是剛成立的樂團 對 他們剛剛有說 已經五年了嘛 對 五年 今年五年多 今年五年 但是 這是第一張正式的錄音作品對不對 是 對 是 今年發的 對 其實寫了很 就每年都蠻想發的 但是 每年都寫補助案 都沒有中 然後就一直就覺得很想要做一個 等一下你會擋住他的臉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只是想說 就是很想要做一個 quality 大家都很滿意的作品 所以後來 之前都寫補助案 沒有中 後來真的遇見 遇到一起 然後才說要幫我們做 所以拖了五年才終於發 欸我要打岔 遇到一起的意思是 就是有一天下午在咖啡廳見面 還是 就是突然的 是沒有那麼夢幻 沒有 那時候是在那個 我那時候在剛好去 鷹府門 西門町的一個地下 地下練團 專門做媒體 對對對 就去學唱歌 剛好一期那時候工作室也在那邊 附近的 就想說 欸怎麼在這裡 然後就開始聊 因為他一期就是我們淡江的學長 其他社的學長 然後他就說 他有在看我們 我們東西很土 他說他都有在看什麼的 然後就說 我就跟他說 我們一直都很想要做專輯 他說很好 他說如果有 有興趣之後可以來一起合作看看 對對對 結果一做之下就 所以是你先 你個人先遇到他 對我個人先遇到他 然後你後來再跟大家說 欸我遇到了林依錡 這樣子 然後大家的反應是 還好嗎 就被說很土之後 喔 這個好像大家都不在意 對 蠻土的 認同 蠻認同 認同 為什麼他們一直讓我一種很 懷念的感覺 很 很 不是不是 就是很樂天的感覺 對啊 開心女孩 對啊 可是其實 在要訪問他們之前 就是 知道要訪問他們之前 其實我已經先看過那個 小子的 MV 給我錢 給我錢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過的樂手 其實這首歌其實是一個蠻難過的樂手 有一點啦 有一點 用歡笑來包裝那個 委屈這樣 對 然後 在跟之前是因為 就是 黃宇涵 就是這個歌手 的關係 然後我跟佐治有先見過面 就是我們在拍MV的時候 他有來幫忙 然後那時候 是什麼 角色 我算是 專案執行 就是原來 寫著大小事這樣 對 就是被林一騎兇的那個人 反正他就沒有來 他也不會看這個節目 他也不會看 對啊 好 然後就是 那時候就覺得佐治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累 然後就是跑來跑去 但是對大家都很有禮貌的 的 男生這樣子 所以 就是先有這個 很刻苦耐勞的印象 印象 然後再看到小子這首歌 你覺得很難過的 對啊 心酸 對啊 就是 對 然後 但是 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 就是 蠻果醬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突然就崛起這樣 嗯 然後辦了這個專場就是 其實 自己都嚇到嘛 就是突然就收牢這樣子 嗯 所以就是 其實蠻替他們開心的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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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就是 因為要訪問你們 然後想要做功課 就專心聽著這樣 鑽子 嗯 有很多疑問啦 你要稱讚他 但是要稱讚啦 他疑問是就是 像這樣專心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就是第一首 噢 那個很酷 就是印象的部分 對對對 就是我記得我 因為我是在 車上聽的 然後我那時候 你會嚇一跳對不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在 在巡迴 然後 然後我就是坐在那個 包車的 車上 然後我們那個 包車的駕駛是一個 很酷的人 嗯 對然後就是 不講話 然後很多刺青 對然後戴著耳機 再開車 然後我就做副駕 然後我就 聽你們的專輯 然後聽到intro的時候 我就 很想笑 可是我在憋笑 就不要打到大家 我就一直 就是這樣看著窗外 那為什麼會覺得很好笑 是因為其實 他們這個intro用得很像那個 電影的 的開場嘛 開場的預告 對 對 告片 可是可能有些人就覺得就這樣 其實沒有 他們藏了很多彩蛋 對 你們要不要就是 親自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這首歌應該是 蔡友倫跟達達主導 這個intro 這首歌 沒錯 這首歌的創作理念就是 你們稱讚這首歌的時候 怎麼有點心虛 打你乖乖的 沒有沒有 一首歌構成的元素有什麼 有歌詞 是 有旋律 有節奏 對 他們都做到 沒有就是我跟達達 平常走在路上 就比較愛 就學那種 電影預告的那種 講話 然後達達又是英文系的 所以他又特別會學 英文配音的那種 電影配音的那種 電影配音的那種 所以就是他配音的 不知道為什麼是Summer 然後就是 學那個 預告片的感覺 然後 那時候我們 intro一直在想要怎麼搞 而且已經快沒時間了 大概剩一個禮拜 對 對 對 沒錯 本來想說要聊天 但是 就想我們一定會很尬吧 聊不出什麼屁 然後 然後後來就 好 趕快電影 錄一個試試看 這樣 然後就一個下午 大概 就弄出來了 哇 大家就是很在狀況內這樣 一氣呵成這樣 接受我們的 提議這樣 我們就是導演 我們叫他幹嘛 講什麼就講什麼 他們就講什麼 被他們的權威給 壓在下面 我記得左字是念 就是念 國氣 欸 可是因為我常看你們的MV 就是也是自己在做編劇 噢 對對對 所以我一直會有一種 印象是你們有 有人是神器的嗎 有誰是電影系的嗎 也沒有 對對對 我跟大家原本是念蛋漿 然後是之後我們畢業之後 因為北藝有一個 流行音樂的學程 我們去學 然後那裡面就有 教一些影像的東西 噢 對 然後我們就很享受 用手機拍 很享受 我們也只要手機 高級的錄影 聽話 滿成功的 那你們要解釋一下 你們在intro的那些彩蛋 嗯 像左 對 左字的是什麼 欸 其實一開始 就是講說 大家都學神奇寶貝 因為神奇寶貝不是 像皮卡丘 就會 皮卡皮卡 對 就叫自己的名字這樣子 對 所以左字就是 然後我也是 我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黃色是 他就是那個啊 我就覺得 偶像包袱比較重 我覺得好像 大家都神奇寶貝好像有點太尬 然後就隨便叫一下 然後就 就被用了 如果時光人到回 你還會這樣做 可能不會 還是乖乖的叫自己的名字 而且還有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也要這樣 下一張可能就變成Lis Winter 下一張可能就變成Lis Winter 下一張可能就變成Lis Winter 沒錯 沒錯 那達達我這邊的話就是 欸 我就 也不是學神奇寶貝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Joy嗎 就是 對 Friends裡面的Joy 然後就是學他講 How you doing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都在講英文 我們的觀眾跟聽眾 不知道這個梗的話 就是有一個美劇叫Friends 對對對 它是一個很 六人型 對 有實際 然後當 就是很經典的美劇 然後裡面有一個角色叫Joy Joy 然後他是一個把妹天才 義大利的 對 義大利 然後他每次只要出照的時候 就是會 How you doing 對 覺得很好笑 對對對 那達達可以 送上粉絲的福利對 鏡頭講一下 很為難嗎 我不是很明瞭 我不是很明瞭 可以講一下 How you doing 這個神韻有狀 神韻有狀 天啊 好笑 有一次我就是在街上這樣 就是我跟朋友走在路上 然後就是在那邊玩 然後就講How you doing 然後前面有一對就是父子 然後他們就回頭 用很詭異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覺得超尷尬 他們其實除了intro以外啊 就是這個包裝跟這個專輯名稱 其實都有很多彩蛋 真的耶 像 像寶島少年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當然知道啊 那是我的成長歲月也 對嘛 你就講出一個關鍵 你的成長歲月 靠北 是 也是我的 但是 你們有看過寶島少年嗎 有啊 我小學的時候看 我也是小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還會去那個台北市議圖書館的二樓 然後還有一大碟 不知道要上去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錢買漫畫 我小時候就打開 然後就 因為我 我並不是每天都 每片都看 就是看我喜歡的 我真聰明 沒錢有沒錢的文法 對 但是因為 因為現在好像 因為那個 網路的普及嘛 對啊 資本好像變得很少 對啊對啊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們的歌名 是不是也是偏 年紀稍微 小一些嗎 六七八年級生的那種 他們 他們會問過你們說 寶島少年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好像沒有 不會 對 我以為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是在 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我當然知道寶島少年 可是我是 看到你們的專輯名稱的時候 我在想想 對有這個東西 以前還有就是 少年快報 然後少年漫畫 都同一間出國 快樂快樂 對 聽起來 很不正經的漫畫 沒有 它是正常的漫畫 正常 那為什麼會想要叫這個名字 專輯 其實 我們現在確實沒有在看寶島少年了 就是 我們現在還有在看 應該只剩海賊王吧 你說寶島少年裡面有 寶島少年裡面有的 寶島少年裡面有的 那時候叫寶島少年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音樂裡面 就除了有兩首 一首是小指 一首是團長 原本就是取材漫畫之外 我覺得我們的 音樂就是有一種比較 熱血 然後比較有一點中二感 有一點冒險感的音樂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寶島少年很適合 擋作我們這十首歌的一個 月刊的 對一個類似綜合統合起來的概念 這樣 同意 對然後那時候想說 怕 因為我們團名已經芒果醬了 每次搜尋就 會跑出真的芒果醬 製作方法 對 芒果醬什麼成功筆記 什麼小 然後後來就想說 不要再搜尋寶島少年 還是跑出那個寶島少年 所以就新 對加一個新 先加一個新 然後最後還加了一個問號 看起來比較 主要是我們每次 就是 其實應該是 我覺得是林義齊發起的 他每次講話 後面就會加一個媽 我以為是你 是我們發起的 應該也 是我們先嗎 是他 林義齊很久以前 好像很久以前就會講媽 所以你是先被他 取發 然後他會影響到我們 然後你要影響到我們 好芒果醬穩啦 媽 超像 超像 好像詠恩也會講 總之 我就在背書看到很多 讀音樂的 老師節目都會講這個媽 我就狂學 成功是有秘訣的這樣 不要亂叫 像你剛剛有講到這十首歌 是你們覺得 比較有熱血 然後又有點中二的感覺 然後因為你們已經成團大概五年了 所以這些歌是這五年間 應該是很早就已經寫好 有一些是很早就已經寫好 對 然後再 就是這次把它錄出來 對 其實 其實大部分的歌應該 可能有八首都是前三年寫的 可能只有 大概三四首是比較後面寫的 那是哪三四首 可以簡單分享一下 比較晚寫的像是精選的那個主題曲 叫盲太郎比較晚寫 然後愛河也比較晚寫 嗯 然後 小子是不是也是比較晚寫的 小子也是比較晚寫的 因為之前在學 當學生比較沒有那麼缺錢 然後出社會的時候 哇 好缺錢 關鍵在於你出社會 然後又做音樂 但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我很好奇芒果醬這個團名的由來 因為例如說像你剛剛說 你的專輯名稱叫寶島少年這個原因 是因為你覺得跟作品 有一些連結 是 但是 那作品 跟芒果醬這個團名是有連結的嗎 還是芒果醬真的就是一個 可能吃到芒果醬去 你說團名嗎 對對對 團名 跟團員 喔應該算是蠻有連結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 剛要畢業的時候 然後才決定要玩樂團 畢業的時候才決定要玩樂團 欸我大四 你大四嗎 欸我還大五 我跟佐治大四的時候 對對對 我們大四 那時候我們 就去長灘島畢業旅行 然後就那時候剛好在想團名 然後也是看到一堆 因為長灘島超多芒果 然後我們就想說 其實有點隨便啦 就是看到 就是看到什麼 就是想什麼 一直想各種各種東西 很難想 對真的想到 有點 算了 對 我們還是上飛機以前 上飛機以前才 對 你們就想趕快結束這件事情 對 一定要在那邊 決定團 一定要回國前 一定要想什麼 不然會是台灣沒完沒了 還剛過海關還怎樣 對對對 我們在那個台子前面 欸你們都記得喔 對 你們是一起的畢業旅行嗎 對 因為吉他社習慣都每年一起去這樣 好微妙喔 真的 不是應該是戲上一起去嗎 跟戲上很不熟 跟戲上很不熟 超不熟 大家都在玩吉他社 哦 所以你們是自費一起吉他社的去這樣 對 對對對 芒果醬 那個Jump我覺得取得很好 是後來才有的嗎 一開始我們好像 其實應該算英文 Jump就是在 排隊進海關那個時候想到的 對對對 對對對對 外面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他幫了你們太多 那時候還好是 看到芒果 或是別的東西 我大蒜啊 欸你們那時候有 第二預備或第三預備的名稱嗎 趁這個時候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但是之前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就是之前都有一個PO文說 你今天早上 吃的早餐加你內褲的顏色 就是那時候的樂團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報名政大精選獎的時候 還沒有芒果醬 但是一定要取了 我們就隨便取 那時候真的是 那時候第一個名字其實叫 藍色茶葉蛋 原來就是你們 對 藍色是誰穿的 好冷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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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藍色是會讓人家 心情平靜的顏色 難怪 藍色茶葉蛋 有備案的團名嗎 好像沒有 沒有 我也沒印象 我們當時隨便講什麼芒果海草 但是也不太可能會用 對 就芒果一大堆喔 對就芒果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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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都這樣 我們訪問過很多樂團 每個人想團名都 想好久喔 對 就是最後都是處在一個來幹隨便啦 之前 那個 青蟲 青蟲 青蟲是他們想要 顏色加動物 有一點像 對對對 然後 那個 欸那為什麼青蟲的蟲是用那個 小 只有一個蟲 一開始是因為那個 吉卜利裡面那個 風之谷 有一個很 王蟲 是那個蟲 對 他們想要連結日文 對對對 還有誰 你剛才想要舉例 但一下子想不起來 就是 就是 因為那陣子訪問太多 一男一女桃園來的組合 喔 Ctrl T 對 他們也是 Ctrl T 本來有一個就是我覺得超好笑的 叫 四個字的 就是 喔想不起來 一個諧音梗 控制是什麼 請大家回去 對對對 超級無敵 冷笑話的那一種 跟Ctrl T 完全沒關係 對 然後就是那兩個就長得很正經 不是說別人長不正經 他們兩個長得很正經 然後講那個團圓的時候真的快 快消失 對對對 可惜沒有用 對 但好險你們在長山島 看到的是芒果 我覺得芒果這樣很棒 長山島是美國的那個Long Beach嗎 不是 那個叫長島 長島 對 在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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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現在是外島 菲律賓 像菲律賓的外面的島 對還要出海的 哇一群男生出去應該很豐厚 還有女生 還有女生 有女生啊 有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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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覺得他們是男校嗎 有一點啊 他們就很像那個男校 然後就是那種 欸大家很開心 我跟你講 Hilert Hilert對Bromance 真的有一種莫名的執著 有嗎 你說對什麼 Bromance 就是這種男生之間的那種革命情感 他有一種莫名的執著 像他 他有很多把吉他 然後他就會想像 我沒有很多把吉他 我只有三把吉他 多你一把 OK 他有三把吉他 然後他就是會把他們想像都是男生 正常吧 你們好像會 你會想像你的吉他的性別嗎 我好像想過他感覺是男生 是男生 那女生好像 怪怪 對 就一直把他放在這邊 我包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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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收到了樂團 我覺得像這樣 譬如說 每次看到這樣的樂團 像Lobot Swing 或者是 有一起走過一起起來 的那種 我都會覺得就是 很棒 會想要珍惜 也不知道這種心情珍惜 但會想要珍惜 是這樣子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像體熊我也很想要珍惜 不要 不要 體熊跟bromance就是 好不舒服 那先恭喜你們就是 台北的專場已經熟了 真的 然後又駕場 又熟了 謝謝 謝謝 我比較想知道你們慶功夜牛 有要去吃魯絲葵嗎 應該不會 暫時呼籲林先生 你是不是帶我們去吃魯絲葵 沒有啦應該不會 林先生超愛48000探卡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還沒吃過 好像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 我們要吃吃新店附近的熱潮 那台北上晚上你們去吃那裡 我們坐夜車 我們開車去台東 我為什麼敢去台東 因為表演日光 台東月光海表演 下午要彩排 然後又沒有 我們也沒有買到火車票 因為那個假日太多人去了 我們只好表演完 就趕快回家收東西 然後當天就開夜車下去 台東這樣 哇好爽喔 而且他們兩個輪流開 快死掉 那你們兩個呢 後面 在睡覺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睡覺 我努力分享那個現實動 我努力分享那個現實動 我們要回現動 你們是比較少開車的那一種 對對對 辛苦一些 身智大大辛苦 謝謝謝謝 葛琳亂 亂演一動 開玩笑 沒有很努力啊 太累了 當然有點累這樣 有點累 略顯疲態 略顯疲態 一帶趴的表演 大家反應好了 大家反應好了 你說太動嗎 對對對 還不錯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要跟台中跟高雄的觀眾說 你們就是 一定會 不會亂演一通 對對對 一定會睡飽 每場表演都是280 絕對 對對對 會睡飽 會睡飽 相信我們 所以高雄是玩送了嘛對不對 對 高雄玩送了 那台中目前現在還有一些票在退中 快了快了 快了嘛 日期要不要趁機來講一下 好 9月2號是在高雄的LIFEWAREHOUSE小庫 然後9月9號是在台中的Legacy 那我可以來得及 那我可以來得及 我們會在這之前 好耶 謝謝 9月9號 剛好好像是中秋節 所以那天是假日 禮拜五 禮拜五 連假第一天 日期有點硬 因為大家可能會返鄉過節 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張專輯其實我 就剛講我聽到小子其實 算是很細虐的歌 可是 蠻難過的 然後還有一首歌我也 印象很深 沒有那麼難過 可是就是 聽了印象很深 就跟小球合唱那一首 對對對 讓我照顧你 對對對 我不用你照顧 然後那首歌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我的觀察 但如果我講錯請糾正我 就是那首歌 一開始是小球唱 然後後來就是 佐治在唱進來 可是佐治唱進來的時候 歌詞很少 就是 比較像是在 在嘆氣的感覺 對 就是 就好像是 很多心思要講 可是又講不出來 那當然可能 他們想要就是 有一個比較 因為是少年嘛 少年比較不會 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 有 有點 給我這種感覺 然後最後 最後這首歌的尾段 就是 high起來的地方 的歌詞也 很少年 對 就是 我要去死 少年情懷總是失 對 然後其實 其實我覺得 滿我這樣 有一個特質 就是 他們的歌詞 有一種很 很爽的直白感 對 可是那個直白 就是會很自嘲 對 很自嘲 的感覺 然後也會就是 刻意地 把一些 比較 尖酸刻薄的裡面 就是用很 很直白的方式 就是表達出來 反而 我覺得大家 比較能夠接受 會知道他們是在 嗯 對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好笑 這樣子 是真的很好笑 對 就是 就是 有那種笑完之後 唉 難過 所以我 我大膽的假設 這應該都是你們 各自真實的故事 啟發來的歌啦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們各自覺得 這樣在你最難忘的一首歌 是哪一首 不用講真實故事 上次有一個團來 然後就被他的團來逼著講 他初戀的故事 他很尷尬 不是特修師啦 不是 真的不是特修師 對對對 跟牛肉麵沒關係 好 很好笑 欸欸欸欸 我笑聲應該其實是剛上 對 翔玉先生 是他 是鄭先生嗎 是喔 欸好 來來來 那我就接著講 讓我照顧你好了 那首歌其實是 好像是 剛創團的時候 五年的那個時候 五年前的那時候寫的 這首歌 其實對我來說應該是 這張專輯裡面 可能是第一或第二難過的歌 是那個時候 感情上遇到一些狀況 是我啦 是我 就是 都過去 對就是 我自己覺得那時候 在處理感情的時候 也 沒有那麼成熟 嗯 然後會造成 我或是對方的一些 負擔嗎 負擔 是是是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這首歌是 那個 在我 那時候覺得 人生過得最慘 最慘的時候 寫出來的一首歌 所以最後的結尾就是 對 沒錯 啊 對 對 有時候 不知道 就覺得好像 處理不來了 嗯 這件事情 已經超過我 所有能力範圍 可以附和的程度 嗯 然後什麼方法都試過了之後 嗯 就有時候會 冒出一個心情是 喔 如果 死掉了 還比活著 還 我是說 嗯 有的時候過不去的話 有的時候過不去的時候 親戚員們真熱切的看著你 會偶爾冒出這個想法 自殺房子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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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初學好就是 男女生唱的歌 對我也要問這個 還是一開始只有你一個人唱 是 是 那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 那時候一開始在想的時候 好像就是想男女 男女對唱 那以前 有表演過這首歌嗎 有 那時候就是會找 另外一位 對 對 看著是友倫對不對 哈哈 我是打打 嘿 嗨 好 就是那時候其實是 我們另外 還有 之前有一個Keyball手的團員 喔 對對對 那時候是他唱 那為什麼要一直看 對 我以為他要講 因為 他講什麼 跟他有一些 關心 喔 沒事啦 沒事 沒事就講 有一些關心 對 關係很好 好 對 好 沒錯 原來是那麼難過的過去 那下一個 我想要補充一下 你之前也蠻常說 這首歌 你的出發點其實是 女生在對男生說對不對 是 所以 剛剛包子 觀察到的 我會覺得 很細微就是 女生唱比較多 是因為 你一開始的設定就是 其實是女生在對你講 對 其實 是很入圍很厲害的觀察 然後 我其實剛剛不太敢講出來 是因為 我 就是我常常其實 不希望他知道這件事 哇 你們真的自爆型樂團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 其實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因為畢竟小球的聲音是女生嘛 然後 然後 但一開始那邊 其實那一開始那邊不是女生唱 對 然後 沒事啦 沒事 我覺得 他 會聽到就會聽到 他聽到會懂就會懂 你也沒辦法控制這件事情 真的 對對對 所以就是 你有誠實的面對 這首歌就好 對 其他事你也沒辦法做太多 好 如果你真的有在聽的話 我 我 我 算了 幫我講完了 總是 就是這個 那首歌前面主歌就是這種感覺 對 你不要講那麼多 反正你前女王那麼多 我也 好 幫我講完 我在專場的時候唱 分手吧 之前我有很小聲說了一句 對不起 那句是 念給你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聽的話 我想 就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這句話 就是 對不起 沒事沒事 我在想這段要剪Trailer嗎 我覺得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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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太大事這樣講 沒事沒事沒事 好吧那這個 下一位 我最有感覺的歌應該是那個 Bitter Sweet 其實大部分歌都是 都是左字寫的 但是因為 我們就是活在一個 後面你會不認同 沒有 我覺得他等一下也會選Bitter Sweet 可以重複 可以重複 然後這首歌就是 他大學的時候在一個咖啡店打工 然後他老闆鼓勵他 因為他老闆之前是做工程師 就是薪水蠻高的 但是他做一陣子後覺得很不快樂 所以就想要開一個咖啡店 他後來才出來開 然後那時候左字寫是快畢業 然後就很迷茫吧 然後就他老闆一直鼓勵他說 叫他直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當初先去工作 這樣過得很痛苦 又回來做 他不希望左字變成這樣 所以他直接鼓勵他就是 一開始就直接往他想做的事情去努力這樣 我現在聽這首會有新的感觸 所以這首歌 那時候就寫出來之後 就我們四個大家也會覺得有一種 會激勵的感覺 真的真的 然後很常 比較低潮的時候聽這首歌就會 又有點力量這樣 我快速打唱 你們那天在去台東的路上 絕對不會放自己的歌對不對 台東 台東 好像沒有 有放一首陳小玉 那是因為直播吧 喔對對對 直播那個時候有Q唱歌 因為我們剛好在車上直播 我怕睡著 直播給大家 然後他們就說 欸要唱歌唱歌 我們就放一個 然後在那邊亂唱 不然平常是不會放 那為什麼突然這樣問 我很好奇你們四個人一起開始會聽什麼 喔喔喔喔喔 沒聽那個嗎 因為很常都是DJ都是佐治 佐治第一首都在放什麼啊 我們之前都很愛放一首叫 閩南狼的那首歌叫 中國老總 哈哈哈哈 那個 A 來要嗎 每次上車跟下車 那個啦 下車前 一定要這一首 他有一個closure 5分鐘快到了播一下 儀式感好重 我也會選bittersweet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 算是我們也都快要畢業的那個時候 然後其實我們也算是蠻迷惘的 就是之後出社會到底要做什麼工作 然後後來大概也是經歷在畢業過後的那一陣子 我們也是就是我們又各自去當兵 就是大概也是弄了快一年左右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以前的配置其實是acoustic 的 就是彈木吉他 然後打木香鼓 對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也都很喜歡樂團的東西 然後以前也是我們四個跟吉他的時候都會跑音樂季 就很常聽很多樂團的4Band在演出 然後也是想說想要轉型成樂團 類似現在這樣子 然後也是在那一年期間也是 算是遇到比較多瓶頸吧 所以也是在轉型變成4Band 然後也是在磨 然後也是也不太清楚自己要怎麼走 然後方向要怎麼樣去做 等那段時間 然後就是聽到這首歌 然後就會覺得蠻給自己力量的 好衝擊喔 你們原來前身是acoustic 對對對 像抱歉那個時候啊 應該可以找到影片 就是我們一開始經少一點 對 跟你們是吉他社也有關係 對對對 因為吉他社的那個圈子可能編織 原聲樂器比較容易 比較偏的acoustic這樣子 對 所以甚至打木香鼓對不對 對我之前一開始都有打木香鼓 那你一開始打drumset的時候會很不適應 G到爆 G到爆 G 對 雖然現在還是弱弱的 然後但是就是 繼續努力這樣子 對 一定會變越來越好 因為大家都還很年輕 很年輕 對 那甚至要分享你最有感覺的一首歌 我最有感覺其實就是 跟佐治讓我照顧你 喔 對對對 因為其實 不知道也就是覺得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很深刻 我現在很怕他 對啊我也很怕提供你的 我一直 有什麼好知不知道 我怕你現在就是 不要跟鏡頭就是 搶的 反正就是 主要就是這首歌給我的感覺 像是 其實像橋段那邊 我們一開始是很強烈的 三個人的合聲 就是主要是他 然後 一開始 因為原版是有KB首 然後女生的聲音 然後跟我一起 算是蠻私心裂肺的 在唱那一段 對 其實就 內心蠻 受觸動的 對 所以就特別喜歡這首 這樣子 竟然四個人選了兩首一樣的 對啊 欸 阿基里斯竟然是誰的故事啊 我 我聽那首好有感覺 你有受傷嗎 你有受傷嗎 真的假的 我人生受過兩次大傷 都是左腳踝這樣 哇 然後兩次都是那種 要半年紀錄不能打球的那種 哇 我聽的就是 哇靠 fuck 我超級有感觸 我想要問團長這首歌 因為剛剛有說團長這首歌 就是有受漫畫的影響對不對 對 是 獵人嗎 還是 是七大罪 喔七大罪的那個 主角剛好也是團長 可是主要是他的感情啦 他剛好那個裡面故事的劇情 我看了覺得好難過喔 OK 然後把它寫出來這樣子 不知道喔 七大罪沒有看 比較少人看 其實是蠻紅的 蠻紅的嗎 好 那為了你們我會去看 謝謝 我有看一點點 你有看一點點 然後後來就是 他這個漫畫有個賣點 嗯 就是那個裡面的女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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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角色都都很不錯 兩位走進去看 兩位走進去看 因為他後面作畫動畫有崩掉 所以一大批粉絲後來 我們都看漫畫 對對對 看漫畫就沒事了 看漫畫就沒事了 好了解了解 你的腳好了嗎 好了好了 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你現在打球嗎 上個禮拜才去打一次 半小時我就累到受不了 我們好久沒打球了 好久 我這輩子 沒事 好 那你們都是在大學吉他社開始學樂器的嗎 我是高中 我也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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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誰不是高中 那你們就是當初要 今天你們大學組這個團之後就開始寫自己的歌 那你們有受到什麼樣的 因為你們有說常跑音樂機嗎 有受到哪些樂團或者是國內外的歌手的影響嗎 就是你們喜歡的音樂類型 因為我覺得有點 其實有點像pop punk 然後又有一點點 巨大 日系的那種動漫的感覺 體雄專科 不要騙喔 大港我跟大家 站在一個 就是Library House吧 是吧 海龍 不是海龍嗎 就是我們在那邊看真場 對 超爽 超級無敵爽 超爽 包子需要更多的肯定 不是 等一下 海羞 海羞 芒果醬 什麼時候成團的 2017 好硬喔 轉太硬了吧 不是 我在合想體雄什麼時候成團的啊 你們該不是同期的吧 不是吧 的確我們在2017年之前就組了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太多演出 所以我比較好奇是他們真的有被我們影響到 我記得我好像有一次是在大港嗎 然後你們好像是在靠近入口那邊的舞台演出嗎 有那一年嗎 卡摩麥嗎 就是月光劇場那邊 好像是 對對對 我是看那一次的 那時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體雄 覺得很讚 然後我自己也很 其實我們算應該都蠻喜歡 怕胖團跟滅火器 所以 像包子你剛剛說的 怕胖的元素我覺得 算是 應該是蠻被他們有影響到 還有前幾年覺醒 的時候 那時候國外團都還可以 就很多日本團 我們也都會去聽 我都會通常我都會專跑日本團 他都會去聽那個Candy Star 好像耶 好像跳舞的 我在看他們台下的應援多厲害 他也是其中一個在那邊跳舞 那你們不能錯過那個Bisco辦的 樂校那個嗎 Bisco超酷 但有一團那個King's Brother 我們就很喜歡他們的現場的演出 就是非常的 他們蠻常像維嘎他們都會去看日團 然後那團就是我們看過最瘋的一團 最瘋的一團 他根本沒有在唱歌 對 一直把麥克風丟下去 他正常都在下面 就我記得他一直瘋狂的喊麥克風 把他喊進去 然後在那邊填 他瘋 然後再丟下去 再丟下去 那觀眾做了什麼 添回去嗎 然後他馬上丟下去 好認性喔 偏認性 可是在你們的歌詞跟你們的世界的文案裡面 就是會提到就是會 當然我相信是一個梗 就是說未來會比五月天 或者是草東還要大的一個樂團 然後就是 我可以理解的是一個梗 但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那 當初會想要設計這樣的一個 這個怎麼叫 slogan嗎 對 是怎麼想到的 其實也算是一直都很喜歡五月天跟草東 我記得有一年那個金曲獎我也特別有看 剛好就是五月天跟草東都有入圍最佳樂團 好像就是醜奴兒跟自鑽那時候 然後那時候好像剛好是我們成立也沒多久 好像差不多一兩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很久以前那時候就有在淡江 那時候剛好有人來訪問芒果獎 那時候就說 那時候就大概講一下 好希望可以超越五月天 那都是 其實 嘴砲成分大概佔了90% 然後後來 99% 欸為什麼數字立刻差那麼多 99%比較好 99%吧 你們要堅持 那一趴的是 一趴的是自信爆棚 一趴是中樂筒 中樂筒 不要那麼害怕 他們不會看到 我們節目沒那麼紅 後來那個哈哈台又來 說要 就是說要來 我們那時候念北藝說要來北藝街坊 我們就趕快衝過去想要上節目 然後就覺得一定要耍怪 亂講 我要超越五月天什麼哔哩啪啦的 所以後來那時候 就因為那樣被大家看到 所以後來我們就乾脆就 一直演用這個收根 一直演用 給我錢給我錢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 他們其實就是很可愛的是一個 有本來要說小男生 大男生 又沒那麼小 老男生 但是就是你每次就是當你這樣想 然後看到封面 就是這麼熱血 然後這麼有趣 然後就聽的時候就是 突然就來手說把藝術都灑了 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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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就是 他們其實已經很 可是這樣講又很難過 就是他們已經很參透一些 不是參透 就是已經接觸到一些很現實層面的事情 對然後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也很難去說 對或錯 嗯 但是這個樣子 對就是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要有錢貌 對對對 所以就會覺得 第一個是很難得 就是很勇敢的 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 納喊出來 對對對 很多人不敢講 不想講給我錢 對對對 然後 但是又用他們很擅長的風格 去表達這件事情 嗯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就是 聽你們的歌的人 會有多少人可以get到這之間的 我覺得是你們刻意設計的一種反差 嗯 就是用很犀虐的方式講一個 其實有點難過的事情 就好像Bitter Sweet一樣 就是 就是 其實是 也是一個很 很青春的 曲風 但其實是在講一些 大家真的很迷茫的事情 那 你們會希望 呃 聽你們的歌的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到 大部分也都是 可能是八九年級啦 對 我猜是這樣 聽 嗯 就是聽你們的歌的觀眾 會希望 呃 受到你們一些什麼樣的影響嗎 欸 他們大概都是什麼年紀的人 是大學生嗎 像台北廠的專長來看的話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大概是從高中到出社會五年內的人 我覺得是佔大概八十趴 嗯 對 然後如果 如果是 像是這種學生 或是真的是 比較還 有點迷茫的 嗯 我不好意思 你繼續講 你不要忘記你講 剛才出社會的時候 我弄來弄浮線 有那種 上班主鈴在 拿下來 然後在下面 哈哈 真的挺辣的 不要緊 哈哈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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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種難 還沒有 還沒有 好帥 好希望看到 那有一次有工程師 有一個工程師說他在公司放 那個給我錢 對 滿好笑 唱到老闆也會唱嗎 沒有 不是那個 工程師那個是 老闆就是 全部同事都不講話 哦 大家都正面 進去廣播 很專心的聽給我 不理他那個 OKOK 嗯 我自己覺得啦 雖然裡面還是真的算滿多 比較 沒有那麼如意的歌 但是還是希望說 大家聽了這張專輯 是可以 有一些 就是 給大家一些鼓勵 或是力量 可以往前走吧 嗯 就是不管說 你 遇到什麼困難 還是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這樣 嗯 因為我覺得我們玩樂團 或是 在音樂產業之中 都是很需要這樣子的 力氣或能量的 自操的勇氣 是 現在四個人都是 對啊 做什麼東西是給你想問 還是就是 還是有在做別的工作 我是還有另外在 各種打工啊 案子在做這樣 嗯 大家都是有剪子 大家也懂 大家也懂 該不會都是有兩份以上 都要打工這樣 嗯 我心都碎了 Fuck 我也是啊 你怎麼沒有心碎 你怎麼沒有心碎 有啊 我有啊 好不好 你每次都 我們今天還要練VH 暗示什麼 沒事 沒有啦 大家都辛苦啦 大家都在努力 好 那我有一個 可能稍微 嚴肅一點的 問題想要問 就是 呃 那 因為這張專輯 說真的 其實已經是一個成功嘛 就是 以專長的成績來看的話 嗯 你們會想要 用別的方式來說更多故事嗎 還是會想要維持一樣的 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呃 例如說 報導少年 就是 我覺得應該對很多人來說 少年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 它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 是 沒辦法一直重複的 嗯 對 我相信你們自己也會知道 因為就是你們也走過了那一招 那 你們會想說 在下一張作品的話 不管是專輯還是EP還是單曲 你們會 會想要朝什麼樣的 可能去發展你們的創作 或者是你們的 不管是影像啊 還是 形象等等的 嘗試嗎 我 可是我沒有跟大家講過 這就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嗯 因為我每次 每次別人問的我都說 我已經寫完第二張專輯 就是我其實也寫了好多歌 然後 這一張專 第一張專輯是 比較收入 真的是 剛開始寫的很多歌 後來 說實在就是 後來 可能生活上 包括出社會啊 接觸到越來越多事情 其實寫的歌 就不像以前的那麼快樂 嗯 但是我還是 我還是希望 就是我們的音樂是可以 帶給大家 嗯 快樂 或是 或是勇氣 然後 但是我自己對第二張專輯的想像 它會是一個 有一點 還是 還是有快樂 還是有鼓勵人的東西在 但是它會變得 比較 比較 比較有不同的顏色一點 不會是那麼 紅色 黃色 對 會多了一點灰色的東西 那還是會找很多女生來 拍MV嗎 嗯 希望會 小子有上表特版對不對 有 有 有 那個滋滋 之前淡江的滋滋學姐 她其實之前就上表特版 之前就蠻紅的 所以我們大學很喜歡哪一個 學姐 他講什麼 他來看專場嗎 有邀請他來看專場嗎 他剛好那時候 因為他是空姐 那時候剛好是 下飛機的那個 自主隔離 自主隔離 那台中跟高雄常 嗯 正在協調中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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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努力這樣 對 我覺得就是 其實就跟佐治講一樣 我大概可以料想的到 就是 本來就沒辦法一直 因為如果說他們本來在這張專輯 就是已經用 嗯 這種比較明亮色調的東西在講 嗯 有一點點殘酷 嗯 跟 就是現實跟 理想的比例 社會的樣子 已經有一點就是分開了 嗯 就是已經有些現實的成分在裡面了 然後他們也很勇敢 就是寫自己過去的 情緒或故事的話 嗯 那 可能之後 因為 每一個創作者都會有野心 嗯 他不會甘願 就是 當下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 我猜應該也是會有 嗯 一樣的 想法 就是想說他可能下一張專輯要做 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嗯 可能是更真實一點 嗯 對 那 呃 目前 這張專輯是跟林一騎合作嗎 嗯 所以就是 林一騎怎麼了嗎 OK 不是 zięk 你好像可以嗎 沒有 沒有 那跟他合作愉快 愉快 愉快愉快 他会很凶吗 不会 其实认真的说是愉快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比较像是 其实有点像学长跟学弟 之前在真的商量好 要一起做专辑之前 一习他其实就有回淡江大学其他社 那时候就认识了 他之前还玩过一个团叫 The NG Band 好久以前我还有买他的那个demo袋 之前他跟淡江学长组的团 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情接触 基础的时候在讨论 在音乐上或是不管是商业上的事情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去 用功利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在共事的时候 其实这歌已经写好了 所以他就是比较像是 再重新用他的角度来 看这些歌 然后给你们一些意见 不过一习 他一习也有说 他的制作理念 其实是把我们的东西去放大 他不会去 他不会要改变我们什么东西 他就是觉得 你们这个点很好 他就努力去放大这件事情 他那时候有说 他觉得芒果家的音乐 对他来讲是很纯粹的音乐 他不想要加太多东西进来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在这样专节制作过程之中 他加的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support我们的东西 还是以我们自己原本的创意为主 其实你们的录音成品里面有蛮多 合成器的音效 那你们有提到 那你们本来是有一位keyboard手的吗 对 那你们之后会有想过 再重新回到五人编制吗 看起来是没有 暂时好像在那边没有 暂时可能没有 之前就一直觉得随缘啦 就是一开始keyboard手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要不要再找一个keyboard手 后来好像也没有特别遇到 然后也不会特别找 我们就想说那就没关系 是有合作找过那个阿基里斯女主角 就都有稍微合作啊 对对对就是有feet这样子 feet一下feet一下 但是就是即便没有keyboard手 你们四个人还是有办法演出就对了 我觉得这就蛮好的 就是不用太过于依赖program这样子 可能我们也很常看一些四人团的 又一团演出 我们自己对那个四人团也有一点向往 不知道为什么说 例如说体雄专科 坏坏坏坏 坏坏坏 没有我记啊没有我记 我怎么没有料到 有人会说 有点像年轻版的初大band 虽然初大也很年轻啊 但觉得你们 好像比较少听到 嗯比较少听到 他们也是淡江的 我记得 哦是吗 这我不知道 对 有可能有人是 有人是 因为体雄专科第一次去淡江演出的时候 是去淡江的那个 在振玄花园 对 那时候就是跟 그때간上下绊唱 好赞 那是一个很赞的一个 丹江学生 办的一个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社团 他是不是就把那个 拖洞弄成像live house 一样 所以是 詞曲創作冊 詞曲創作冊 對 你知道最讚的就是 我們去的那一次 然後因為他們 我們有嚇到 因為我們覺得學生場 那是用的很棒 就是甚至有專屬的燈光 然後他會跟我們先要了音檔去做功課 然後還有就是 PA 燈光 然後接待 Stage 嗯 什麼都是他學生自己的 真的假的 然後還有布景 就去的 假設就是例如說 就像這個APA Mini 他們就用紙板做了一個APA Mini 跟我一樣 就是我們提窮的 Mark就有被活生生做出來這樣子 哇 所以就很感動 很厲害 那最感動你知道的是 後來是個大概數年之後 我們開始就是 你總是會就是演一些音樂節嘛 你真的會遇到那些 當初在磁創 磁創嘛 就是磁創的社團裡面的那些學生 現在都是從業人員 哇真的假的 有一個也是角地方的燈控啊 哦智慧啊 智慧啊 對 他之前有一個團叫 淡海純愛族 可惜 可惜 所以他只是休息 對 就會就會很很很很很很很欣慰 就是例如說 你去一個陌生的場地演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一些 呃 Stage 或者是音控或是燈控上來 我覺得很欣慰對不對 然後就很親切 然後就是看到他從小朋友 然後變成就是 專業的工作人員 對 變成頭髮留很長不刮鬍子的大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是很替他們開心 對啊 我覺得淡江一直有這個氛圍 滿 很開心 非常很多厲害的音樂人 不管是幕前幕後 都從淡江出現 哭哭哭 那下半年 因為現在也快9月了 下半年除了 會有台中跟高雄唱的專場以外 有什麼特別的規劃跟計畫嗎 之前我們是有跟一起有聊到 但還就是現在還沒有很確定這件事情 我們冬天 就是傍晚9月播專場結束 我們可能冬天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有出一本詩集叫東智胖子 然後 詩集 對對對 就我去年的時候出的一本 東智胖子 叫做東智 日文的那個智 東智胖子 東智胖子 然後 應該是今年冬天的時候 我會想要再版 因為之前就只有100本 然後就沒有弄 然後 哇你也是成功的詩人耶 胖子 沒有錯 是胖子還是胖子 胖子 不是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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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周邊出胖子 就是可能會辦一個 比較是我們之前像吉他社那種 不差點的小巡迴 還在籌備中還沒有很確定 所以 可能就是場地也稍微就是 讓跟大家接近一點 對對對 那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小地方歡迎你們 好 謝謝 我們一起 林先生說 哈哈 因為他們的歌要改成不插電 那本來就有不插電的版本 對啊 本來就不錯 對 期待期待 謝謝 好 那 好久沒有這麼 補血 清澈的一個團隊來 真的真的 對 等一下 所以 清澈 之前的團隊比較濃郁 濃郁 對 比較濃郁一點 對 就是豚骨高湯跟醬油清湯的感覺 呃 我們節目有一個 有一個定分 對 有一個定分 我知道我知道 你講 你講 我知道這題的標準答案 喔 有標準答案喔 我原來是 好 那這樣好了 我好像知道他要講什麼 我好像知道他要講什麼 那麻煩你問大家 那就是 請問芒果醬這個樂團 為你們帶來了什麼 對對對 為我們帶來了什麼 對 你是不是很想講 我們先講 不行我是標準答案 有標準答案 有標準答案 你自己講 那左字先講 帶來了 帶來了 為了不要給你壓力 就是 這個答案 震驚跟不震驚的 都有 都有 對對對 我想要講到標準答案 等一下 帶來了 對 你們先講啊 我要講標準答案 根據我的統計 心靈雞湯型的答案 大概只佔了一半 對 大部分輪到這邊其實都 有些會講得很好笑 很好笑 對 你們也可以很震驚 對 也可以真實的分享 但以你們個性大概會很震驚吧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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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要講的是說 我們第二集有一個嘉賓 叫庸俗救星 對 然後有一個印第 有一個bass的前輩 對 印第大帝 他講得很酷的答案 他就說 錢與權 然後就這樣 所以那是一個很極端的範例 但我們不希望大家玩樂團是為了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可以提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反面的 就是之前我們有訪問過一個 很有名的燈控叫劍峰 對 然後我又問他說 就是做燈控工作為你帶來什麼 他說 讓我不太能專心看表演 對他就很痛 這也是 因為確實 比如說 建這個行業 你不能好好的回到 一開始的那個初衷 因為這個定番的用意是 就是我會覺得今天我們是來訪問大家 所以我們會想要把焦點放在大家 所以以往大家就說 我希望我們的歌為觀眾帶來什麼 當然這個也很重要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多觀眾會忽略了 就是創作者本身 就是這些歌會為創作者帶來什麼 對 所以像你們的經歷啊 這張專輯啊 目前為止其實都可以 不用想那麼嚴肅 就是為你們目前的人生這樣 其實好像是認真的答案 就是 我覺得玩這個樂團 對我來說是 讓我的整個人生是 我自己覺得很充實的 就是有一個目標在 在努力的感覺 然後就是大家 就是一開始沒什麼明細的時候 也不是說現在多有明 就是那時候根本就真的沒有人聽的時候 我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還是覺得自己是踏實的 嗯嗯嗯我可以這樣 這個這個很好 可惡 不要鼓掌哇 那個好像可以走啊 好好不好 själv 我會把這個音檔給你們 你們可以把他Sample起來 哈哈哈 如果有辦動機小循環的話 intro就是先放這個 我就是一個讓我很充實 然後就 好 我先講好了 我覺得芒果醬 讓我 有點夢想成真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從小 夢想可能是當警察 或者是當歌手之類的 兩個選一個嗎 這也差太多了 原本想說當警察 但是因為沒辦法進去 沒有適合當警察 超適合的 這種機車 他就不能去 好 反正就是 夢想成真的感覺 就這樣子 喔 機鼻子 甚至是幾歲的願望 警察歌的那個音樂 就是幾歲的歌手 陳建年 其實 老師 直接 兩個都算是 蠻小到長大的 一直都是這樣 對對對 喔 也可能 也不太記得什麼時候了 好 恭喜 恭喜 不會 謝謝 那下一位是 然後我突然 陷入那個 在想自己的 就是 肌肉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 就是 歌手跟警察 然後我以前的 夢想好像是當 就是 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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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嘛 其實也不是因為 Top Gun 就是 從小就是 那個時候就蠻喜歡 可能就是有玩一些 太太喜歡玩遊戲之類的吧 然後也很喜歡 軍事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 有一陣子就是蠻想要去 可能就是從軍吧 就是去當飛行員 然後那個時候 高中考大學的時候 其實有去考過 但是就是眼睛不合格 對 因為他們有一個特別的 叫做空情室理想 然後就是更精密的測量 所以就是 也是沒有進去 我是身高不合格 他說他是身高不合格 但你那時候想要 想要考空軍的時候 已經開始彈 彈樂器了嗎 那個 其實有 就是高中的時候 也是高中剛接觸 音樂的時候 但那時候也沒有料 也沒有料想到自己會 對 因為也是後來進大學 然後因為也是 還是蠻喜歡吉他社 然後也是後來就 就跟著大家一起報吉他社 然後玩一玩 就 組了一個樂團 反而就沒有去什麼 航空飛行研究 其實我們還有什麼 淡江大學還有什麼 航太的學程之類的 其實那個時候蠻想去 但是就是 都在玩社團 打雜是吉他變bass嗎 對對對 以前是高中吉他社 然後大學是吉他社 然後就是 因為高中吉他社 就很喜歡玩樂團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就缺bass 通常都是這樣子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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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很有價值 然後就練到現在 謝謝謝謝謝謝 欸我還沒講剛剛答 對對對 還沒有講 你還沒有講 對我的想法應該是 有一群夥伴 就是 可以跟著我 哭哩 一起走 就是 人生 很長一段時間的夥伴 一生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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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會唱 我們應該都沒聽過 沒有我沒聽過 沒有我沒聽過 真的 一定會喔 對啊 沒有也很感謝大家 就是可以一起 大家關係也很好 然後可以一起這樣子走下去 然後未來還有很多年要一起奮鬥 大家加油 哇你們今天錄完你們彼此好感度一定有上程 那種場面話講主 哈哈哈哈 不要說出來 哈哈哈哈 換牛人換牛人 換牛人 我的話 應該是一個 就是 一個蠻意外的人生吧 嗯 就從來沒有想過現在是這個樣子 對 好的樣子 對但是我覺得 就有好有壞 因為也有很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但是會覺得 我的生活是一直 有一個方向的 嗯 因為現在很多來聽我們的樂迷 他們都會跟我們講 他們上班很累 然後 就是好像每天要做過一樣的生活 不知道活著要幹嘛這樣子 對但是我會覺得 至少我現在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有一個 方向可以前進的感覺 嗯 所以我的生活至少 現在是蠻有趣的 對 對然後還有千與全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 也沒有忠實觀眾 沒有錢 給我錢給我錢給我錢 沒有錢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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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其實千與全這個答案出來之後 你仔細想想好像也 也是啦 蠻不是正確答案 當然不是正確答案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正確答案 沒有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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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問了很多人 然後其實蠻多人的回答是 音樂帶他們去很多地方 看了很多風景 對 因為普遍 好像大家都不喜歡出門 是欸 就是例如說 音樂會帶他去 比如說去一些 山裡面 演出 或者是去很多地方 你們之後一定也會遇到類似這種 你可能會出國 可能會 就像 假設沒有音樂的話 你不會有 從台北開夜車到 太東的需要 不會 對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玩的 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在有音樂之前 可能你們會覺得 你們遇到很多爛事 所以人生就一塌糊塗 或者是 呃 就是 有很多 你真的很難克服的困難 你很難走下去 可是好像就是你們 開始 玩樂團之後 他就多了一個 就是 管到可以把它 寫成你們的歌 的方法 那當把它寫成歌的時候 好像這件事情就 有一個可以跟他 共存的 方法 或機會 嗯 就是像你們可能會 覺得哪些以前的回憶 不是那麼的 好 好回想 可能有點難堪 然後有點 有點不想再回想起 可是 如果今天是把它 用成一首 一首歌的時候 你可能 呃 你自己也會比較願意 去面對這件事情 或是你也比較好去 傳達給別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 有在創作的音樂人 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對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在拿作品 在療癒自己 對啊 所以 呃 你看這太難過了吧 就是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這歌詞背後的故事 是 你可能會想像的到 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是可能他遭遇過怎麼樣的 的 的事件 對 或者是他可能正在 呃 處理一些 他自己也很難熬 但又不得不這樣選擇的 的一些過程 但是 把他弄成音樂作品 然後呈現出來的時候 他就好像 我覺得 對你們來說應該也是一樣 他就不是 他不是解決 他不會被解決 他只是 就跟你們可以一起生活這樣 所以我覺得 還不錯 然後 你們就 一定要繼續加油 因為 就是 就是 畢竟 能夠 找到這個方法 然後又剛好 那麼多人喜歡你們 我覺得 那是會是一個 很幸福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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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勇敢 好久沒有被那種 刺個動物 然後 紅色那種發亮的眼神 好害羞 害羞 他剛才很認真地說 你們一定要繼續加油 嗯 受到了 好的 那 最後再講一下你們高雄場 跟台湖場的日期 剛剛有講過 對 有沒有什麼 可以呼籲大家來 因為 其實 其實太可以高點 因為已經收到了 可能今天播出的時候 已經收到了 大家不好意思 哈哈哈 其實太可以高點 有高高 因為台北場 一些不聽話的觀眾 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講出來 有沒有開閃光燈的 有沒有 未經同一修錄影的 有沒有就是 周邊怎麼沒買爆這樣 要你們不尖叫的 沒留電話的 之類的 對 有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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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要跟觀眾講的嗎 希望大家可以撒真錢給我們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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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收不到 所以專輯裡面的那個 錢就是給大家拿來撒的嗎 對對對 應該我們還沒有認真一個配套 我們一直想說那個 那個假錢可以之後有 收集幾張 換成一個走邊商品之類的 或是折價券之類的 折價券之類的 這樣大家都會來撿之類的 然後我們之前還真的有收過 好幾次有人撒真錢用 我們當天晚上就可以加起來 對 因為我們每一次撒完 我們最後都要自己收收 會收回來 你們自己掃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公眾員也會幫忙 可能真的撿到真的那一次之後 然後從今後他們就會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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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 我來 大家量力而為啦 量力而為 不要 也可以丟 不是不要丟 對 所以是怎樣 他們要丟到你們台上嗎 還是 之前剛好那場是PuckPuck 剛好是大家離舞台很近 對 然後我們就會撒錢 然後好像是有人直接說 喔給你錢 然後就拿一張一千塊 我前面有一個妹妹 然後他就直接一千塊 這樣子 往前塞給我 太重了 他以為是接頭一人 喔我們之前在北投表演的時候 真的也是有一個阿伯 喔你們很棒啊 拿也是一千塊 還這樣 一千塊給我們 然後他就直接轉頭走掉 我們有投那個募款 我們有放募款 捐款箱翻譯 對 就是換一個階級 換一個壁紙 就是一千塊 然後就是他們的十塊或一百塊的感覺 大概就像這樣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他們請祝的真心 就是為了這一場要交給你們 也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 真的 謝謝大家 包得好好的一千塊 折承紙飛機 希望 最怕都是拿 換十塊一直丟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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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 請大家知道再繼續關注芒果醬 好 如果你沒有買到他們票的話 就去看他們 然後如果沒有買到的話 自己想辦法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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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